打了三天三夜 终于打败十具人了 这样下可以给幼稚买礼物了 不定 你听说了吗 你们在这嘰嘰嘰嘰嘰的说什么呢 奶 奶糖 我突然想起来我家敦敦要下蛋了 就先走一步了 臭西瓜 你卖我 你们这是怎么了 神经兮兮的 别过来啊 我的心只能是奶瓶 不讨的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什么跟什么嘛 我要你的心干嘛 不要我的心 那你也别想得到我的人 你在胡言乱语什么呀 我可没有结个屁 你不是转性喜欢男孩子了吗 我喜欢男孩子 谁告诉你的 西瓜呀 他刚刚跟我说你喜欢男的 好呀 这个臭西瓜 居然敢照我的谣 看我怎么教训他 臭西瓜 给我滚出来 你 你怎么来了 挡到不定还满足不了你吗 我可告诉你 我对男孩子可不感兴趣 臭西瓜 还算糊涂 说 你为什么来照谣 说我喜欢男孩子 那那不是吗 是你个头儿啊 你看这样子 像喜欢男孩子的人吗 呃 不能说想 只能说一模一样 快说 为什么照我的腰 啊 这个 我也是听小王子说的 西瓜西瓜 不好了 什么不好了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哎呀 不是你 是奶糖 奶糖 奶糖怎么了 据说奶糖三天没来美食村 就是为了去外面找男人约会 我去 不玩得这么变态嘛 小王子 你完蛋了 臭小王子 既然敢照谣说我和男人约会 今天不是你死 就是你个儿 啊 这个 这里面是不是有点误会啊 哼 西瓜都告诉我了 别想狡辩 好吧 但是你不能全怪我呀 不怪你还得怪谁 其实是 臭奶糖 你先别走啊 哎 柚子 发生什么了 都是这个臭奶糖 我跟他说 今年纪念日就我和他过 没想到他转身就去找那个野男人了 野男人 我没听错吧 没啊 就是野男人 我去 没想到奶糖居然抛弃柚子 去找野男人 就是这样了 可恶 原来都是柚子搞的鬼 我得去找他 说着 又出来 怎么了 你是不是说 我去找野男人了 对啊 怎么了 你不是说你要去打十具人给我买礼物吗 十具人是野男人 难道 不是吗 哎呀 玩这也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了 就是因为你说 我是找野男人 现在每次生都以为我转身喜欢男孩子了 蛤 这么严重啊 那个 我现在去全新 应该不吃吧 你说呢 高级那怎么叫是你